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们剁它剁碎以后 就是我们今天做一个柳椰虾针酱 这是我们就是刚刚的虾仁已经剁好了 这个是那个剂菜 我们也是剁好的 我们现在就剁好整齐备用 这个是干香菇 我们经过就是发胀以后也是剁碎 然后我们原料就是用这三种的原料 当然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材料有这些东西 葱 姜末 鸡精 盐 糖 还有那个李锦基的蚝油 还有这种是黑胡椒 还有以及香油 然后我们今天是还有个面粉 这个面粉就是中筋面粉 中筋的面粉我们加上一次水筋 虾搅粉 然后这是3比1的饼 放下水是1比4 然后我们护好以后 我们就来做个柳椰酥蒸酱 好 一斤面粉400开的去 这是两斤的面粉 然后我们加一包 一包大概在500克 水筋 虾搅粉 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三种性 虾仁 香菇 西菜 我们调好的味 青菜 已经调好了我们备用 我们下一步做剂子 蒸 看一下 揉手 好 我们制作的柳椰沙煎饺 然后我们现在放到蒸虾里面蒸10分钟 经过我们10分钟的蒸汁 我们蒸一盘香喷喷的柳椰蒸脚就蒸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赞 谢谢